毛主席送给他一本赞话题,为何促成了自己笑得最开心的一张照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费带兴毛主席和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出去战争之后的一项更为艰巨的振兴国家的任务。 然而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往往让人是一筹莫展,但随着主席和大家的努力,一切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在送给苏家诺的见面礼中,有一份令他喜出望外的礼物,苏家诺总统谈话集,当外交部人员呈上此卷苏家诺大为赞赏。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集,并且第一次看到全彩印刷的精装剧著。 他毫不掩饰对作品的赞叹,对中国印刷技术的叹服,这是一种毫不夸张的赞叹。 名副其实中国印刷此书街道任务是在当年三月,而作品全部都在印尼存放。 复制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大的挑战,是全彩印刷技术。 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的后人介绍,当时美国也只是说用三年时间方可完成其作品全彩印刷,而中国人加班加点,特事特办用了半年时间,就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所以此书被称为奇迹,一幅彩色画在我们这儿要印15到20天,而在中国这样大一部画集,却只有半年就印出来了。 这是不可想象的荷兰一位专家说,毛主席笑得最灿烂的,不仅是此书代表了中国人翻天覆地干大事的,精神还对近年来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感到由衷的高兴朝鲜战争结束,万龙会议召开等一系列国际大事,使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了话语权,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中国的奋斗经历成了他们的偶像毛主席的笑容发自内心的灿烂。 感谢观看